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 今天是7月5号星期五 好吧 昨天去吃了酒店的这个branch 这也就是说比较高级一点的吧 法式的branch啊 然后债格也比较贵一点 这是呢 就是说 我们这手机就是neighborhood的 它的名字叫neighborhood的这种啊 这种就是什么是地道的吧 然后那种就是 不能说路边台有点像就是说天牛那架盟口那种反反空一样 是不是 比较便宜 然后呢 我们来试试怎么样 跟昨天点的一样 我点个牛排啊 我点个Burger 好不好 但是还不错 好吧 然后价格比那边呢便宜了一倍点 那边那一份牛排45 对这边这俩加一起45 差不多吧 好好适合 好吧 那我们来试一试 我们之前来过一次 两三年前我们来过 当然说就是美国地道的branch 对不对 然后呢 反正昨天吃完之后 我们说其实跟这个 我印象也差不多 我老婆觉得可能还不太一样 我们等会儿今天再来 再来吃啊 这就是前后就昨天吃完 今天吃完 对这个写定的对比 好吧 我先从牛排开始哈 就觉得真的有情 是稍微菜点 它牛肉肉的那个位置不是那么特别的 哦 稍微有一点筋铺满了 我们来喝啥 好 今天如何 其实其实是ok的 真的是ok的 尤其它这个价格呢 好吃 好吃 对吧 这个价格其实 这个要量没问题 现在20块钱 真不错 不用炸的一下 好吧 然后我的这个船 吃我老婆的这个burger 它这stick 反正吃起来啊 它这个味道的有点像v-by 但是做的呢 非常好 它的碰上水非常好 昨天吃的那个la fountain的那个 嗯 有一点像我那个舍豹已经吃了 是吧 但它说是牛肉的sutripe啊 差别真的是不是很大 这两个牛排说实话 那个四至五度 哇 这个二十 那个没什么性价比 哈哈 这些价比真高 嗯 那可以做的这么好 是吧 然后它的土豆呢又好吃 又没有那么大油 哦 が那土豆是好吃 但吃了最后那波的又一半都油 哦 看这个呢 好 这些 还得问题 是吧 这个我土豆还好 然后这个土豆吃的刚好 嗯 可以当个干粮吃 就是牛排吃的 这样 就有点像咱们吃那个 那个海鲜的 那种那种土豆似的 刚干的吃 嗯 然后是由老婆的多个儿 我老婆吃差不多啊 嗯 我吃饱了 特别的麦当好 特别像比一个麦 口感 那是好吃的 对 挺好吃的 这也不比和那个叉 对 是不是 和你差不多这个意思 是 要说我老婆也挺冤的 每天就吃这么一点 你下一句想表达什么 一会儿录完了 那也够了 对 挺值得比 东方的好饿 对 对 然后最后吃它这豆腐粉 让它送个黄油和这果酱 还挺好吃的 它这个不光是黄油 我不知道它那黄油 跟什么东西 在一起大发的 这些东西挺好吃的 嗯 爪的就是够甜 哈哈哈哈 嗯 吃着特别的有味儿 特别香 不知道什么东西 但挺好吃的 嗯 然后最后说一下钱 钱的话呢 这也不有意思 因为它都排队嘛 它是进来 然后你到那儿去一点 然后呢 你就结账了 结完账了 你就拿一个桌盘 坐在这儿赶的 你知道吧 所以呢 那个不知道哪去了 那也没有了 说一下了 我那牛排呢 是19块多 19块5 还不到钱的 我老婆那不是 可能15块钱 然后我这个东西 好像是4块5 是吧 人家一起就不到不到39块多不到40块钱 对39块5 然后加了小费到40多一点 对 然后就给了个20%的小费 对 50多块钱 对 差不多这意思 大体上就如雪 然后比冬场的那些不然只要便宜多了 对 不商不认识 你要一个东西 可能就 那个45多算便宜的 那哪房地 对不对 我们去那个Lago的话 他那一份那什么要85我记得 对 对 那么这就更夸张 所以赌场上有些东西 当然它也卖一个环境 这儿的环境就特别 那一份 工厂风 还真是 那一份工厂风 是 对 对 对 就特别那什么 然后它这里边 它这里边就是 这边有一片 这边有一片 坐一把看摸花鞋 能坐177个人 嗯 所以呢 就是反正 嗯 环境起来也行 也没行不好 对 挺好的 跟赌场那种 就是那种要出片 那种就没啥比 对 对不对 所以各有各的利益 然后价钱比那边便宜多了 便宜一半都 都还拐弯了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味道其实不比那边差 不差 嗯 肉质呢 只能说就是说 因为便宜吧 没有那么特别好的位置 但是做的真是很好吃 然后你吃牛肉吧 就吃了就那样 嗯 它真的能稍微有点肥 筋多一点 有点硬 啊 但是 就是做好的 一般 其实最好的也很好吃 它也做的真不错 嗯 嗯 给它 它这个在酱料上 真的体现出它们家的工艺来 嗯 它不管吃牛排那个酱料 还是你最后吃透色的那个酱 都非常好 非常非常香 有味儿 然后雌质 真的是很不错 它们家 可能有一个照片 我以前 咱们上次录的时候 有说吗 也忘了 说了 反正你就 你就搜 Neighbor's就行 Neighbor's Las Vegas 就能搜出来 然后或者叫 Neighbor's Branch Neighbor's Branch Las Vegas 应该得Google外上 就能搜出来 好吧 然后在上面这边 好吧 有这应该跟您搜索 好吧 你大家其实就 一死上了 价格 便宜量大时 会好吃 这也是当年 这个也是 这二小伙伴给我们推荐的 我们来过一次 不 那个时候 我们还不 不太想吃老外餐 偶尔吃一次还行 那时候 我们 我们来了头几年 还是在吃中餐 纽约的吃中餐 特别方便 我们刚刚爹辣特加苏 时候也能吃中餐 我吃中餐的时候 不太愿意入 嗯 说好 说好 如果说好吃 好的 感觉好 我老板认识 我再给他拉伸一下 说不好吃吧 以后我就别去了 你让老板看见 然后我不高兴 要是吃老外餐呢 我还比较赶 比较赶上来录一下 所以呢也就这么的意思 最近你们发现 最近吃老外餐吃的多 这会儿拉特加斯中餐呢 也不能说不好 有好的 但是太少 具体几个选择 吃太多了 有点到最后真的是吃的 就是 你知道我们送到多少拨服务员 你知道吗 最后就是真的 一拨一拨的服务员 因为他们那服务员 也是刘维生馆在这 干一干 然后逼着干别的去 就是像他们店的服务员 我们送到四五拨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对那家店的熟悉 比那个服务员还要多 因为服务员都已经 第四拨第五拨服务员了 你知道吗 就实在是有点太那个什么了 然后还有呢 就是你像那种 广东菜的中餐 你到了过年 要派红包嘛 刚开始的时候就那几个熟悉的 后来越派越多越派越多 到最后就是说基本上那店 我们要最后过年 要过去就准备二三十个红包 那基本上全认识了 连老板的对吧 都是所以就是 中餐真的也是有点 有点吃腻的 吃腻的吃腻的 最近就是换着吃 换着口味的吃老爱三的 那老爱三反正吃了 吃一条的就牛排 对吧 但是我主要最近减肥太胖了 他们都是就是 网上说的吃牛排减肥 就是你光吃这个牛肉 因为牛肉里面还能瘦得多 它在消耗的时候 它需要吸收你身体里的这种 脂肪和热量 怎么办 好像是那么可以原理 然后你可以瘦下来 然后我觉得我最近吃了牛肉之后 也必须好像是瘦了一点 那种有点太胖 是吧 我最近就是以吃牛羊肉为主 我感觉我还精瘦的一些 对 挺好的 因为达到了我的感染效果 好不好 吃中餐受不了 中餐那种吃法 中餐还是碳水多一点 是吧 各种碳水多一点 然后猪肉多一点 吃中餐 吃中餐只能越吃越胖 虚胖 对我最近 你像我们这一堆里边 没有任何的猪肉 只有牛肉 一定是牛肉饼 我这边是纯牛肉 对吧 虽然就没什么了 然后碳水有一点的不多 对吧 那这种吃法就比较容易 就能够烧得了 但是这一杯很糖尿的 也挺好的 哈哈哈 白吃了 但不管怎么着 还是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 对 感觉是稍微瘦了一点 对 真真肥 好吧 那这一条到里边 谢谢大家